第三章 行动与成为的对话 你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吗 也许你会认为那是一生只有发生几次的幸运的事情 但是太傻却几乎每天都在给你扔下太傻的肉丸 只是你从来不知道如何去接住这些肉丸 太傻的生活原则就是教导你如何接住太傻的肉丸的技巧 当你学会这个技巧 你就会真正地收到太傻给你的最大的礼物 奇迹的肉丸 一 选择的意义 吉米 我们又见面了 看起来你在过去的一个月似乎经历了很多的困惑呢 我能解答你的疑问吗 你怎么会知道我真的发愁死了 你上一次谈话讲了很多的概念呀技巧呀什么的 比第一章入门那种谈话确实难了好多 你看我刚才那句话又进入难与意的分离模式了 拜托别再和我说 没有难意难意只是我们的幻觉 是因为我觉得难所以才真的觉得难 这种话了 过去一个月你似乎在我的脑子里装了某种机关 我已经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无数次的和我自己说类似的话了 一旦我想做点什么你就开始在我大脑里说话 比如当我的车脏了 我想去洗车的时候你就在我大脑里面说 有什么好洗的脏和干净只是一种分离 你喜欢干净而不喜欢脏 这是你痛苦的来源 就算你洗干净了 未来还是脏 你将在干净和脏的循环中痛苦一辈子 等等 尤其是在我想轻松休闲一下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的脑子里面有一个小人一般的你 在反复的唠叨你之前说的那些话 我都快被烦死了 我其实这次来主要想和你说 我觉得你说的分离的世界和分离的痛苦 虽然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要真的在不分离的生活中生活根本不现实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生活根本不可能 离开这些分离的观念 它们本来就是这个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要是真的像你说的 好坏大小多少善恶都是无意义的幻觉 这个世界又何必存在呢 也许这确实是幻觉 但是这么多人 包括你我现在都在这个幻想里面 肯定是有原因的 就好像佛教什么的宗教 也一直说这个世界是空的 但是这样真的有意义吗 而且我怎么都觉得 一个人不可能不使用那些分离的概念 而在这个世界生活的 诸如你要工作吧 你要学习吧 你要交朋友吧 你要做的所有的事情 要是你非认为这些都没有意义 似乎唯一的出路就是两眼一闭 死了算了 出家当和尚也不可能躲开这些 和尚也得吃饭喝水睡觉吧 你不可能摆脱分离而生活的 而一个人必须生活 所以几千年过去了 好像也没有几个有据可查的人 真的像你说的那样觉悟了 觉悟的人会怎么生活呀 难道再也不吃饭 睡觉喝水啦 好像佛陀也要吃饭睡觉喝水呀 你看就是这些问题几乎快烦死我了 我估计这次你要是没和我说清楚 我保管就像以前看禅宗故事佛教说法一样 还没看完就扔到一边去了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努力去做是根本没有意义的 不是吗 好的 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能有耐心地进行第三次谈话 或者有任何的读者有耐心读到这里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了 至少已经有一半的读者 是根本读不到这段话的 就算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 已经反复谈过了阻碍人们学习 阻碍一个人走向真理的那些障碍 可是大多数人还是继续自己阻碍自己 你不必为你有的那些困惑而发愁 或者觉得有什么羞愧的感觉 你的困惑说明你还是活着 或者还尝试从梦中醒过来 而没有继续泰然地沉睡下去 但是因为你睡得实在太久了 所以在醒过来的过程中 必然会感到某种颠倒的迷茫 而你有这些困惑是必然的 因为你还没有完成第三章 我们在第一次谈话中说 前三章是一个基础 在没有完成第三章之前 你在睡梦中的眼睛 也都还没有完全睁开一次 就好像一个人刚醒过来的那几秒 你其实还是怀疑自己在梦中 你睁着迷蒙的双眼 努力地分辨一个真实的世界 你虽然知道这是一个真相的世界 但是你还是大部分沉浸在过去睡梦中的世界 大部分人这个时候会继续睡过去 这个时候一个完整的世界会展现在你的面前 至少你会有那一瞬间是可以看清的 至于你相信不相信那是真实的世界 并愿意在之后一直清醒着 这是第三章以后的事情 我从第一次谈话到这一次 其实都只是在做一件事情 至少帮助你睁开一次眼睛 看清一次真实世界的完整构架 等这一次谈话完成 你虽然肯定还会有很多疑惑 但是你至少可以不用在一知半解的知识 去尝试理解这个真相的世界了 这就好像你不可能只是学加减 不学乘除然后想去解决微积分的问题 不过等这一章完成 你的加减乘除就学完了 虽然你还是不能处理微积分 但是日常的那些算术肯定是可以应对自如的 而微积分这样更深入的难题 需要我们在第三次谈话完 对一些更实践性的问题进行探索后 才能获得解决的工具 最后你会发现 你所拥有的工具不仅仅可以解答你生活中的任何问题 即使宇宙难题 也是可以一样解决的 太傻天书即使是自称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后一本书 你还是要一步步地来学 而不可能读完第一章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了 就好像你问的 更多的生活的难题 如何用不分离的方式来解决 这是一个规律具体应用技巧的问题 类似你虽然学会加减乘除 你在背个久久惩罚口诀 会更快更迅速地应对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一章我们将教导太傻的生活原则 这是你在现实生活中应对一切难题 焦虑和矛盾的原则 也可以作为你面对任何选择的原则 我会具体地给你演示 如何不进入分离 而在合一的完整中 面对你刚才提到的种种生活环境 并且获得一种没有恐惧 没有疑虑 没有期待 和谐统一的生活状态 可是太傻的生活原则 你从上一次谈话就提到了一些 我在这个月尝试的锻炼中 也经常地去这样说服自己 其实这些原则诸如接受理解呀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 只不过没有像你 从大脑分离思维模式上去认知罢了 但是我怎么觉得 那些生活原则和同类的书籍教导的 智慧生活的原则 虽然肯定是正确的 但是只能适应一些矛盾和部分问题的解决吧 真的能用那些原则 解决一切的问题吗 一个事物或者原则 如果被称之为真理或者规律 那么它们就是可以在任何环境起作用的 你觉得重力的原则 在月球或者另外的星球 就不是重力规律了吗 不过在不同的环境下 规律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已 你只是因为还没有透彻的理解和掌握这些规律 所以你会觉得这些规律只能应用在一些特定的场景 当然 从文学上 太傻生活的原则确实很简单 我们以前已经描述过 理解一切 接受一切 走出分离 放下忧虑 不必选择 虽然道理 你也许明白 但是这些原则 在生活的每个场景 具体怎么用呢 怎么用这些原则 对待大到国家战争 民族矛盾 小到情感生活 工作细节 等各种问题呢 这些原则 你在以前的一些杂志 文学 经典著作之类的地方 都某种程度地接触过 这是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社会 任何一个世界 同向快乐幸福生活的 必然途径 人类文化 肯定会不断地 从各个角度来讲述它 关于为什么要宽恕 为什么要理解 为什么要接受 为何忧虑和斗争 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些道理 每个人如果说起来 都会有自己的 很多心得体会 但是 既然每个人都理解 这些本质的幸福原则 为何他们每个人 都无法在这些原则下 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还是经常的 进入各种困扰 矛盾和争执呢 这仅仅是因为 你不理解分离和分离力量 对你的操纵 不了解大脑病毒的顽固 和它们占领你 思维模式的手段 因此 你也不可能理解 那些通往幸福的生活原则 怎么完整地 在你生活的各个细节 去实践 一个人现实的情况是 他经常会提醒自己 在人际交往中 工作生活中 去实践 诸如宽容 爱 接受 理解 之类的这些内容 但是 他又会在很多其他的环境 例如 被指责 被嘲笑 争论 国家战争 到底有没有必要 是不是应该批评暴力 如何面对生活中 大大小小的困难和恐惧 之类的这些问题上 感到困惑和矛盾 在上一次谈话中 我们更多地 从大脑的认知模式 和分离的无处不在 帮助你看清一个 基本的现实 我们其实并没有谈多少 如何去理解这种分离 和如何在这个分离的 世界生活的技巧 与对合一的实践方式 而这一章 太傻的生活原则 将给你彻底地解决 这些现实问题 我将会让你理解 在你生活中所有的问题 所有面对的状况 即使不用对错好坏来分析 其实绝对都可以说清楚 并且可以不在分离的观念下 去对这个世界 完美地互动着 你也会了解 世界和平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所有一切问题的解决道路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太傻只是从真实 而不是大脑的虚幻的角度 给你一个彻底的答案而已 所以你会感觉 这次谈话与上次谈话 探讨哲学和观念问题的探讨 会有很大不同 这一章 几乎所有都是现实问题 我们也会结合电影 电视 游戏 等你熟悉的元素 或者你的生活 我的工作 从各个角度来谈 既然是真理 那就应该在每个环境 都是能起作用的 也不管从哪个角度 都能说清楚的 对吗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 我就再耐心地和你谈完这一次 再决定是不是继续往下学好了 不过你上次谈话讲的道理 尽管没有用 唯心唯物这样的词语 我感觉犯愁是一样的 我还发愁 是不是我之所以困惑 是因为 以前哲学讲 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时候 没学好呢 为什么每一种 关于世界观的东西 都要先探讨这些麻烦 缴合不清的内容呢 我不是批评你 我其实已经努力的 说得很清楚了 我只是觉得 认识世界的模式 真实或者虚幻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为什么不管什么哲学 流派宗教体系 都要抓着这个不放呢 我原来的中学学的 唯物主义哲学和 马克思的哲学体系 这是让我最头疼的一块 唯心唯物 只是一个哲学探讨 真相存在模式的一条道路 就好像任何一种 宗教或者流派 这个领域同样 混杂着各种各样 似是而非的观念 你其实根本不用管 以前学过什么 那些过去的你 一知半解学过的 都是你现在 学任何新事物的束缚而已 那为什么每一种世界观 都要首先 对这个话题辩论一番呢 这是因为 到底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虚幻 是所有探讨 最底层的基础 你不可能没有这个基础 而构建任何上层建筑的 所以 任何实际话题 社会和国际问题 各种理念和科学的辩论 如果持续地探究下去 最后大家都会发现 所有的问题 都会最后 回到真实和虚幻的分辨方式 与人认识事物的基本模式 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 这个问题不解决 其他的一切辩论和研究 都无法进行下去 所以 任何探讨这个世界 究竟如何运作的理论 必然会首先将真实和虚幻的 基本认识方式 作为一个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这就好像你所熟悉的生活 之所以 我说那里 一切都颠倒了 唯一的原因 就是一开始 你依赖大脑感知的时候 就开始颠倒了 而当各种哲学 开始探索世界真相的时候 各种表面问题都会回到一个基础 就是到底什么是真实的 什么是虚幻的 不弄清楚这个问题 其他的一切只会越讨论越复杂 我明白了 上一次谈话虽然很概念化和理论化 我们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 你也确实用了各种 生动有趣的现实例子来让我明白 诸如外星人魔法什么的 我想 虽然我在如何实践上还有不少困惑 但是 我对大脑没有认知能力 分离对我们生活的控制 并且踏实导致一切痛苦和矛盾的根源 这些观念 还是能完全接受的 可是 为什么我明明知道的道理 却会在应用上遇到困难呢 是我没有完全理解这些道理吗 你的关于消除分离 和走向合一的实践和应用方式上的困惑 是几乎每个人走上这条自我探索道路的人 都会不可避免地经历到的 这也是为什么需要老师存在的意义 每个人将会在自己各种探索的道路上 遇到种种的疑惑 老师作为他的一个兄长 一个已经走过这条路的人 从沙漠中心脱离 已经处于沙漠边缘的人 他会用自己的经验 坚定地告诉每个还在沙漠中的人 我就是方向 我就是道路 跟随我 你将离开沙漠 无论是佛陀和耶稣 都说过类似的话 道理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太傻的老师 只是他们不用太傻这个名字 或许用的是圣灵 也或许用的真我 也或许是涅槃 但都是没有区别的 无论是太傻天书 还是佛教经典 大师教导 智慧天书 所有这类书籍或课程 终究只是一门固定的道路的阐述 即使他们说的都是真理 但是 每个人的道路 在自己道路上的经历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老师必须根据每个人具体的情况 具体的困惑的根本 给出针对性的解答 这与这个世界 因材实教的概念 是完全一样的 就好像太傻时日谈 即使是留学申请的经典 自称已经解决了 留学申请领域所有问题 是类似圣经一般的参考宝典 但是为何有了太傻时日谈 还有太傻留学这样的服务机构 存在的必要呢 太傻留学这样的服务机构 实际上就是留学道路上的老师 你即使道理在明白 你还是会面对实际操作中的 自己各种问题的特殊性 而这些问题 只有那些真正掌握真理 并且知道真理在具体问题上 如何应用的老师 才能真正帮你解决 他们都是理留学道路上 不可缺少的伙伴 这也是为什么太傻的咨询顾问 一般都被他们的客户 称为老师的根本原因 因为他们确实是带领着了学生 走出一个个或大或小的 沙漠的导航者 然而即使有老师 从长长的梦境中清醒的途径 始终是一条狭窄的道路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很顺利地 通过各个关卡 这个世界确实早就解放了 但是其实没有关卡 关卡都是每个人自己在幻觉中 为自己设置的 第一章 只是一个引起你兴趣的影子 第二章 我们确实做了很多理念性的探讨 虽然你会觉得比较枯燥 或者难以实践 但是那却是之后一切道路的基础 至少你知道了 你原来所看到的那个世界 至少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真实 而坚不可摧 而是充满漏洞的 就好像黑客帝国的主人翁 Niu 对世界真实性的怀疑一样 这将会成为 你走出这个世界的幻觉的影子 最终 你也会必然选择那个 通向真实世界的药丸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 每个人走到那一步 之前都需要解决自己给自己 设置的种种障碍 我们在第二章 花了整整一张的时间谈分离 就是你大脑病毒设置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而这一张 当我们进入第三次谈花的时候 我们也将重点解决 究竟如何来消除分离 在生活中实践合一 这个问题 我将用我自己的例子 泰沙留学的故事 给你展示一个 不再依赖这个世界的分离的幻觉 而走上泰沙道路的人 是完全可以与这个现实的世界共存 而同时又在这个世界一个不漏地做所有的事情 并且我会让你理解 这种生活方式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远远超出一种所谓的生活态度 这是一个终极的选择 你从这个世界毕业的唯一的考试 这个世界存在的唯一的意义 就好像我自己 我是泰沙的教师 我自己每天也喝水 吃饭 睡觉 有时还上网 我管理着一个中国最优秀的留学咨询机构 每年为几千人提供全程的留学指导服务 我每天要处理各个部门的报告 开各种会议 监督各个项目进度 我有家庭 也有父母 也洗车加油 你所做的一切事情 我都做了 但是这都不影响我不依赖于时间 也不依赖于分离事实 我可以在任何一个最嘈杂 斗争最激烈的环境中 在任何一刻保持内在的和平 并处于完整的合一和当下一刻 我也不会在任何一刻陷入分离的追逐 我不仅仅没有逃离这个世界 反而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每一处 只是我用合一的眼睛 看不到问题 看不到矛盾 看不到斗争和需要解决的困难 我只看到奇迹 我只看到这个世界本来的真相 所以我也只会创造奇迹 内在的统一是不可能制造任何问题和痛苦的 而在这次谈话中 我会进一步向你展示 当你走上太傻的道路上 你不仅仅不会失去任何真正属于你的事物 你会更真正的拥有富裕 风扬 爱情和那些本来就属于你 而你却忘记的力量与能力 从某个意义上 太傻留学 太傻网站的道路 也是一直在这样的原则的指引下 才真正的走到现在 我会在这一章用更多现实的例子给你展示 这一切并没有矛盾 而且它们反而是你真正在这个世界的依赖 真正的规律是不可能无用处的 否则就不可能称之为真实了 好吧 既然这一章你要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就不预先做出判断了 不过能不能请你先把在我脑子里面说话的那个人关掉 你原来说我的大脑总是喋喋不休 我觉得你安排的那个小太傻才是真的喋喋不休 先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要不然我肯定崩溃掉 你所说的脑子里的那个声音 那不是太傻的声音 更不是什么小太傻的声音 太傻没有大小 如果你觉得是小太傻 那你肯定是大脑病毒的伪装 其实还是你的大脑病毒的喋喋不休 只是这次大脑病毒给自己戴了一个太傻式的头套罢了 就好像披着羊皮的狼 狼的本质却不会改变 记住 太傻的声音 只会让你平静 安宁 喜悦和真实的爱 那些带来困扰 分离 忧虑 困惑 无助 恐惧 怀疑和各种情绪反应的 其实都是你的大脑病毒的声音 这是一个永远有效的分辨方式 你的大脑病毒不会喜欢你安宁和内在的平静 它只会催着你怀疑这个 追逐那个 而太傻本身就是安宁与平静 也不会教导太傻合一的眼睛根本看不到或者不存在的其他事物 不过你有这种矛盾和困惑体会 说明你真的某种意义上确实学会了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很多主题 只是因为你并没有学完 你还没有建立一个能够比较完整的体系看这个世界的框架 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应用 如何实践 如何在各种场景 一边看似在做 其实是在成为 一边看似doing 其实你在being 只有完成这次谈话之后 你才可能真的开始全面地理解这本书的框架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 第三章是一个框架完成的过程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第一章一开始给读者的建议是 读完前三章再决定是不是继续读或者放弃这本书 你其实不会放弃这本书 不管你曾经怎么批评它 讽刺它 认为不切实际 虚无缥缈 你都只是暂时地离开 你早晚会重新拿起这本书 直到这本书成为你的最后一本书 过程和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幻觉或者工具 泰莎是不会为时间本身而忧虑的 你所以会感到在这样的困惑中相当地难受 核心的原因是你大脑病毒的防御机制 被极大的触发了 你的大脑病毒看到了真相的光在驱散黑暗 黑暗本身就是恐惧 它只有触发更多的恐惧和困惑 才能不断地证实自己的存在 不过这是大脑病毒一个无意义的努力 虚幻不论怎么努力 也不可能变成真实 不过它自己却觉得这是可行的 所以还在持续地努力 而你尽管知道大脑病毒的存在 也知道它们在斗争 但是你却并不愿意真的完全清理它们 所以你会在这种防御机制下 感到一些加剧的内在的冲突 不过这也是你在走向真理和光明的象征 能让虚幻恐惧的必然是真实 对你的建议呢 就好像上次谈话给出的建议一样 简单地离开这种辩论和大脑病毒 调起的各种疑问 不要去斗争 不要去琢磨 不要去分辨真假 一旦你开始思考 努力用大脑分辨对错 就已经掉入了大脑病毒的陷阱 大脑病毒就喜欢你去斗争 因为你只能依靠大脑病毒去斗争 太傻是看不到斗争的 而你思想斗争也不会有什么意义 肯定不会解决你的问题 就好像我们说过的 对你所恐惧的事物的抗拒 只会加剧这些事物对你的束缚 而解决的方法就是不去想它们 在你不去想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处在太傻的宁静当中了 你也要用同样的方式 走出对自己的责备和归咎 诸如你在超市购物的时候 你发现自己在比较在追逐 你确实很容易陷入自我的归咎 这是大脑常年的习惯 例如你会说 我怎么又想买这些东西了 我不是刚刚才下决心不买了吗 这就是归咎 这是没有用处的 归咎只会增加你的矛盾 当你有类似的思想的时候 首先意识到分离的存在 然后轻轻一笑 你可以说 好吧 这次就算了 下次要注意哦 你也可以说 对呀 其实我也可以不用 那就不买了 这些都没有问题 怎么选择一点都不重要 但是归咎自己 或者去努力地分辨到底该买还是不该买 只会让你更深地走进分离的幻觉 所以太傻天书反复教导你 放下你的判断选择和追逐 在这个过程中 自我归咎和对思考程序的依赖 可能是很多人最难处理好的问题 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喜好 而是长时间的习惯 和戒烟戒酒一样 是一个与习惯相处的过程 在处理所有这些习惯模式的时候 尤其是大脑病毒似乎在 纪念斗争的时候 我会建议 这些时候可以用太傻任何一个练习来处理 例如观察自己的呼吸 在当下感受爱等等 都是很好的模式 这些会将你的意识的焦点转移 其实你只要不搭理你大脑病毒的 那些所谓的思考过程 你自然就不会再琢磨 到底哪个是对 哪个是错 哪个是好 哪个是坏 记住 太傻天书教导的所有东西都是轻松自然的 如果你感到任何困难 犹豫 斗争 或者需要努力才能完成的事情 那一定是什么地方错了 这是一条基本的原则 好吧 这些上次你也说过 估计上次谈的更多 我一时没注意这个细节 我原来以为 只要看到真实的世界了 马上就会立马相信它 然后自然就会知道怎么做了 没想到还有一堂课 才能真正的知道怎么做 不过在进行这次谈话的那些具体问题前 你能不能先解答我一个上次谈话后 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呢 如果这个世界是如此 一个充满了分离的幻觉追逐的世界 就算那些幻觉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呢 如果真的有天堂 为什么我们不一出生就在天堂呢 即使我们自己选择的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世界呢 这个世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个宇宙究竟是什么 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 整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 你看关于世界存在的意义 宇宙存在的意义 自我存在的意义 这是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呀 你要是觉得一下子说不清楚 可以先简要地说一说 没有大小 也没有最大和最小 所以最大的问题和最小的问题 是一个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 确实应该在第六次和第七次谈话 不过我也可以现在 先给你一个关于这个规则宇宙 存在意义和眼镜模式的框架 在第五次谈话后 我们会非常具体地 对这些宇宙层次的体系进行讲解 如果你想理解你 为什么在这里 首先你要理解 你的本源和你探索这个世界的根本的动力在哪里 这是关于无限的一的问题 在无限和一中 一切已经和谐 一切已经和一 但是一却希望理解自己 在自我的理解中 它自己获得对一存在的更深刻的认识 所以一的目的和你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认识自己 即使你知道自己是无限的 但是究竟这种无限是什么意义呢 一是无法在自己中理解自己的 于是一就把自己分成了无数个一 每个一都是无限的 一的完全的特性 一是无法分离的 它内部没有区别 所以也不可能某一个一和另外一个一有任何的不同 这些一都有一个使命 就是去不是一的地方体验自己 然后再回到无限的一 当这些出去体验的一 回到无限的一的时候 无限的一也获得了对自我的理解 但是既然只有一是唯一真实的 那些分身的一去哪里体验呢 必须要有某个不存在的 但是却可以用于分身的一体验自己的场所呀 于是就在这一念之中 爱 真 自由意志 这三个一的表现模式便产生了 爱被称之为一的力量 真被称之为一的身体 自由意志是一的游戏规则 在爱与真的相互作用下 时间 空间 宇宙出现了 但是这些都只是爱与真相 互相作用的某种产物 它们并不存在 它们出现仅仅是为分身的一 提供一个理解自我的场所 之后 你可以理解这些无数分身的一 在各个宇宙中开始形成规则 形成粒子 形成元素 并逐步在内在的规则下 开始了体验之旅 万事万物的本质都是一 这些一 在爱与真的作用下 获得某种向上的动力 上并不存在 这个动力的核心是 分身的一 回到无限的一的愿望 这就是宇宙的内在的原动力 它本身也是爱的力量 合一的力量的表达心事 在不同的规则宇宙中 回归的道路是不一样的 于是 一 可以体验各种模式的存在和道路的意义 没有任何限制 一切都是自由意志 但是 分身的一 回归的愿望 爱 真 自由意志 这三个一的表现模式 却是任何一个宇宙都不会改变的 唯一真实和永恒的存在 所以 你可以理解 有无限多个宇宙 有无限多个规则世界 时间 空间 都不一定是必须的 只是 对你现在的存在理解而言 是必须的 即使由时间 空间组成的宇宙 时间与空间组成的模式 还可以千变万化 在这个规则宇宙中 一的回归的道路是清晰的 从时间和存在的开始 一直到与无限的一的融合 有八个层级的世界模式 意识在第一层世界出现 差别和结构 在第二层世界开始 明确的自我意识和灵性 从第三层世界开始 爱 从第四层世界 开始完全启动 真 在第五层世界 被充分掌握 爱与真 在第六层世界平衡 个体 在第七层世界 合一 七层世界 已经是在时间之外了 这个规则的宇宙 实现合一的个体 在第八层世界 与无限的一 融合 第八层世界末 也是下一个 再次体验的启程 下一个规则宇宙的 第一层世界的开始 这两个规则宇宙之间 是一个通向无限的 一 的黑洞 之前两次谈话 我们一直反复说得太傻 本质就是这个规则宇宙的 一个终极的魔法 这个魔法的施展者 是在第七层世界的 已经走向合一的个体 他们在毕业到第八层世界之前 将自己在这个规则宇宙的 近乎无限的体验与智慧 在第六层的世界末端 创造了一面 时间尽头的镜子 这面镜子 是每个在时间中的人 个体都可以 从中去看到自己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一个聚合体 这个聚合体 都是太傻 而这个太傻的聚合体的 唯一的功能 直引 直引每一个 这个规则宇宙中漂流的一 回到太傻 与太傻合一 只有通过 与流浪的一的合一 太傻才能从第六层世界毕业 向着第七层世界 太傻的世界 前进 有了这个伟大的时间镜子魔法 这个规则宇宙的 每一个流浪的一 于是就不再漫无目的地漂流了 除了内在的回归动力之外 他们又拥有了一个 更强有力的地图 与老师的指引的声音 而这个 每个人自己的老师 因为已经是清楚地知道 每个个体的过去 现在 未来 并且可以直接从第七层世界 合一的智慧那里 获得知识 所以 太傻清楚地知道 你是谁 为什么在这里 要通过什么样的道路 回到自己 应该经历哪些体验 才能最快地回到自己 所以 太傻对你所有的指引 必然是对你最合适的指引 所以 我们从第一次谈话 就开始说 太傻 就是你 无限的你自己 但是 虽然太傻可以指引你 无微不至地回答你每一个问题 给你规划一些生活的挑战 和理解自己的机会 不断地提醒你 你真实的身份 但是 在自由意志下的你 却可以忘记太傻 否认太傻 嘲笑太傻 甚至与太傻对着干 但是 无论你怎么否定太傻 太傻已经是真实的存在 你否定太傻 就是否定自己的道理 你与太傻对着干 最后只会无谓地增加 你在时间的囚龙中 幻境的沙漠中 流浪的时间 当然 这只是抽象的描述 不管是宇宙的意义 还是你的意义 其实都是一个意义 所有的真理 皆在其中 太傻天书的所有观念 无论是时间的意义 分离的幻觉 选择的世界 爱的真理 智慧的价值 奇迹的服务 一 与无限的关系 都是从其中而来 我并不能和你说 所有的规则宇宙 都是如此 但是至少这个 就是这样 那就是说 没有某种人格化的上帝 或者外在的意志的力量 在创造或者安排这些了 是吗 一 体验自己和回归自己 是最初的意志 自由意志 爱与光都是从这个最初意志 延伸而出 其他所有的意志 无论是什么意志形式 都不可能超越这个 最初的意识 本质上 无论什么形式的个体 神也好 外星人也罢 大师也好 一只狗也罢 即使一颗小草 或者一束光 无论它们做什么 都会感到一种 内在的原动力 支持它们 去一直探索自己 理解自己 发展自己 只是在自由意志下 它们探索的道路和形式 却可以千变万化 却没有什么好坏对错 追逐分离 也是一 体验自我的一种重要形式 就是在对分离的追逐中 一 更彻底地体验 合一的价值 即使这种追逐 会带来痛苦 但是痛苦 也是一种宝贵的体验 但是 无论你如何追逐 以什么方式追逐 最终你都会走上回归之旅 这是万物内在的必然规律 时间就是为了这个意义而存在的 你可以在无尽的分离中漂流 你的漂流 仅仅是在时间中 时间最终会在你的回归中结束 你之所以在这里 仅仅是你走向回归道路的一个伟大的步骤 而我在这本书做的事情 就是帮助你不再去否认太傻 真正地接受它给你的指引 你在这个规则宇宙那个永远的老实的指引 并教你如何得到强化并充分地使用这个指引 这样你可以真正地从这个第三层世界 正式踏上这一场回归之旅 这是伟大的启程 太傻将是你永远的指南针 当然你说的在地球上 这个看似分离追逐的沙漠的体验的意义 其实就是你自己选择体验自己 理解自己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翼展 你选择进入一个沙漠中心 只是为了更加地理解绿洲的意义和价值 只有在最深入的分离的追逐中 你才能看清合一对你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而如何离开这个沙漠 至少离开这个沙漠的中心 如何从这个第三层世界毕业 当然是和你在这个第三层世界 要学习的课程紧密相关的 这个课程的本质就是 你选择如何对待自己与自己之外的世界 到底是以更多的合一 还是以更多的分离对待自己和别人 是更多的服务别人 还是更多的服务自己 这是每一个明确的自我意识诞生之后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却不是一个小问题 这是真正的一个世界层次 每个个体要花几千年 甚至几万次的在不同的世界漂流的体验 才能真正的做出一个选择 这也就是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 你在其中就是为了做出这个终极的选择 一旦你做出这个终极的选择 你就可以从这个沙漠的中心层次的世界毕业了 向下一层爱的世界前进 爱也有分离的爱和合一的爱 两种不同的世界 所以你的选择其实是你未来道路的选择 你究竟将通过哪一条道路回到太傻 回到无限的一的选择 而这个选择的问题 也是我们这次谈话的主题 只有你放下选择 无需选择的时候 你才是真正的做出了选择 这也是太傻的选择 这是我对你的问题的简要回答 只是给你一个关于这个世界层次 这个规律宇宙 太傻和你自己的道路的框架 在未来第五次谈话之后 我们才会更深入地进入这个宏大的世界的话题 我在那里会给你展示一个真正奇妙的世界 看起来这些世界层次之类的大问题 我不把一些看似枯燥的基础打好 真的无法理解呢 不过我还是明白了一些 你的意思是分离之所以这么麻烦 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可以真正地理解自己 并做出你所说的那个最终的选择是吗 我看我还得有多花点时间来理解 为什么这个是终极的选择了 好了 我还是回到现实生活的问题探讨好了 我其实觉得这些大道理 分离的意义呀 世界的层次呀 虽然可能都是真理 但是在生活中基本很难使用 所以我觉得你前两次谈话所说的那些技巧 什么觉察呼吸和反应词技巧 确实不错 所以你对这些实践中的小技巧 可以多给一些 再多讲一些 更具体的实践过程怎么用 别尽讲一些大道理 你刚才不是说 要更多的结合电影 小说和你自己的故事来讲吗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让我看看具体怎么做 我也好一葫芦画瓢模仿嘛 不能完全自己去探索 这样确实太累了 比如你可以告诉我 怎么具体解决一些问题 诸如刚才我到你这里 从国贸到丰莲广场 才不到三千米的路 竟然堵了一个小时 我郁闷坏了 既然你说可以轻松地解决一切的问题 那堵车这个问题先给我解决一下吧 至少告诉我以后怎么才能不再堵车了 其实你只要教我以前给我演示过的 那个预测未来的魔法 我觉得基本就可以了 这样我出门之前 在什么水晶球上看一看 哪条路会堵哪条不堵 自然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出门了 所以我还是觉得预测未来的能力最有用 虽然你说的那个只是大脑病毒的升级功能 可是在我看来 时间既然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大脑的幻觉 那么解决时间问题的能力 当然是最核心的能力了吧 如果这个世界是一场网络游戏 只能带来一个装备 或者只能带上一个最重要的技能 那肯定就是这个技能了 这样至少出门也不用头疼北京堵车的事情了 第一章谈话完毕 魔法基础练习 冥想的练习 泰莎练习作的第一个练习 清空你的思想在当下与泰莎同在 是这整个练习册最基础的一个练习 你可以整本书只做这一个练习 也可以直接走到第二步 当然其他练习也都一样 没有区别 这个练习的本质就是冥想 冥想就是清空大脑 它的本质是思想平衡的锻念 动与近的平衡 内与外的平衡 已知与未知的平衡 有限与无限的平衡 时间内和时间外的平衡 个体与泰莎的平衡 有限与无限的平衡 冥想没有什么技巧 舒服地坐好了 坐直了 别睡着 别胡思乱想就行 冥想就是什么都不想 或者通过只想一件事 专注于呼吸 或者专注于某个图像 而最终达到什么都不想 它说起来也许很容易 你做起来会体验到 你自己大脑病毒的固执 你一开始一两个月的练习 几乎不到一两分钟 就会被你大脑的病毒 攻破防线 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 这个练习肯定是会有成效的 你也会慢慢地摆脱 过去思维模式的束缚 清理混乱的大脑 慢慢恢复清醒的思维 你过去的思维模式 仅仅是一个 分离循环游戏的无底深渊 让你永远不停地追逐 清空大脑 停止思想 让脑病毒不再叽叽喳喳 炒路不停 泰沙的声音 你就会慢慢地听得更清楚 泰沙练习策 其他所有的练习 都是在这个练习的基础上 但是你完全可以不做 其他任何练习 而只做这一个练习 其他练习可以作为 你做这个练习太慢的时候的 辅助工具 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很多遍了 可惜 我说再多遍 估计大家还是不愿意去做 泰沙练习策的第一个练习 这是最重要 最直接 最有效 从第三层世界 到第六层世界 每个大师花最多时间 做的一个练习 这本书 泰沙天书教导了很多知识 很多技巧 很多方法 不管是时间 分离 选择 泰沙生活原则 呼吸锻炼 类比 反应等等 这些所有方法都是次要的 就算你不学都没有关系 但是走向最终的合一 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 在冥想中清空你的大脑 平衡你自己的每一个内在部分 第十五日 泰沙练习策 我的大脑无法知道 我无需选择 我的大脑无法知道 我无需选择 我的大脑无法知道 我无需选择 我无需选择